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之后 在国务院接受了国务卿希拉里的宴请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发展新形态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项开创工作是没有潜力可循 只能够是摸着石头过河 希拉里也表示相当珍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而习近平在情人节这一天访问象征的是珍贵的友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热情接待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希拉里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有高度期待 希拉里表示两国发展合作的模式并不容易 但中美两国致力于打造持久的信任 可以持续推进两国关系长远的发展 习近平则肯定希拉里对于持续推动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对话等实际工作的努力 而美国副总统拜登再度向习近平感谢去年的热情招待 但拜登也强调两国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包括叙利亚问题 而习近平表示今天与奥巴马拜登等人的会谈着重在经贸物议题上 而中美要进一步发展新形态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认为双方要始终抓住共同利益这一主线 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 良性互动 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伙伴之路 为此 双方应坦诚相待 加强对话沟通 相互尊重 增进战略互信 与时俱进 扩大物质合作 面向未来 密切人们的交往 加强协作 应对 挑战 此外习近平也再度强调 中美两国交往必须互相尊重 促进了解的重要性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面对希拉里及拜登的各种提问 以及各种尖锐的问题都毫不回避的直接回答 展现了高度的自信 也让美国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上是阿尔卫视 郭鸿章 梁伟雄 在美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